婉茜 嗨 欢迎你来到左边茶水间 你因为有过去的这些专业背景 所以我相信对于那种真的想要认真开始来经营 或者是想要更level up 不是只是做素人的听众 我相信这一集会对他们有帮助 所以我现在先掌声欢迎你 耶谢谢 第一个我觉得当然就是新闻主播 因为不论从以前到现在 大家第一个认识我就是前新闻主播 我曾经有尝试想要摆脱这个词 我就觉得好像在消费自己过去的经历 就讲得很坦白 但是我觉得也因为这样才造就了现在的我 所以我觉得新闻主播他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拱大 因为我回顾我一路过去一路走来 会有这样不同的特别的经历 都是来自于我可能一开始觉得 哇好像很好玩耶 不然试试看不是怎么知道 虽然会有点怕怕的 但是我可能拱大有一种意思就是说 我根本也不知道说那有多可怕 所以当我做了之后才发现 我为什么要这样逼死自己 但是我就还是硬着头皮把它做下去 所以就是拱大试了再说 第三个的话就是一个新手妈妈 这也是我近一年多来一个新的角色 菜鸟妈妈新手妈妈 虽然小孩已经一岁三个月了 但是我到现在还觉得自己还是很菜 很多都是一些新的状况要去解决 所以就也因为这样造就了一个新的现在的我 那浩门聊聊你的故事 记者出身 然后你也当过电视台的主播 你也经历过幕后的制作 我也蛮好奇是 诶其实高中嘛到大学 你是从那时候就很知道说 哦这是我未来很想要做的事情 因此选择这条纸牙吗 一步一步走过来就发现自己对于媒体 这间这个产业是很有兴趣的 在大学的时候就新闻系嘛 那新闻系的过程因为学校其实是蛮多那种 食物的练习啊 或者是一些培训计划啊 或者是比赛 所以我是借由不断的这些实习机会 跟比赛的机会去测试看看自己的能力 以及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 因为毕竟媒体的行业是有点过于高压的 对 所以我就这样一步一步慢慢的测试 包含参加了一些什么记者龙计划啊 主播龙计划 就是我们有个小龙计划 各种不同的职业 还有一些比赛 校外的一些主播比赛等等 那时候我觉得我大学同学应该觉得我很疯 就怎么会这个人想当主播想当成这样 就是什么比赛都参加 校内校外 然后一天到晚在脸书请大家帮我投票 就是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有点尴尬的那种 但是当时就是一股冲劲跟觉得一种追梦的感觉 所以一步一步就觉得 哦那是自己是喜欢的 后来顺利就是面试上新闻记者的这个工作 又讲到很多人问说啊为什么会当主播 其实也是来自于你要记者 你采访能力 你写稿能力 那最后再来看你的镜头前的表达能力 嗯 你知道如何去演绎 这样演绎我觉得可能一般人会觉得也很奇怪 新闻怎么会用演的 但是不是真的那个演的意思 而是说 嗯 你不可能平铺直速的像念稿一样把 这个稿子念出来嘛 你一定要有一种表演能力在里面 嗯嗯嗯 所以一路这样过关讲 这样最后才当上主播 目前你观察像我们这种自媒体 像我们这种住人起家的个人品牌 我们在镜头前面的表演或者是呃表现的方式 常常犯了哪些错误呢 你在边讲的时候我脑海中有一些画面嘛 你一定要指错我是不是 不是你不是你不是你 千万不是你 一定永远都是我有个朋友 哈哈哈哈 我只会跟大家说 这是一个普遍大家的状况 可是如果说你是已经有自己的个人魅力 跟个人特色的话 其实根本就不用去在乎这些有的美的框框角角 或是美美角角 但是重点是为什么会跟大家说 哦应该要怎么样做 其实这是帮助你先快速进入一个 就是让大家看了不会尴尬 让大家看不会怪或是分心的这种状态 所以第一个就是 应该看到蛮多人在拍影片的时候 是游下往上拍 你就想当我们拍照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网美角度 就是你要就是拿高 然后四处角度往下 就是当然这个是有点过于浮夸 但是我的意思说 当你拍照你都知道这样拍会是好看 你绝对不会游下往上拍 那为什么录影的时候 奇怪明明就是同一个硬体 但是你却会游下往下 然后这不只是不好看的而已哦 因为你双下巴会出现嘛 还有另外一个是 给人家的观感问题 我就听过一个很血淋淋的故事 就因为那个老师 他所有东西弄好 但他就唯独他尽头是游下往上拍 他没有留意到这件事情会造成的影响 结果导致上晚课的同学 有不少人他的回馈是觉得很失望 给我们的形象 跟他平常的形象是不一样 他觉得这个老师感觉很高傲 那你不觉得很可惜吗 就是大家经营个人品牌 或者自媒体 就是希望说 镜头前跟镜头后 所有的形象是一致的嘛 然后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灯光 因为其实刚刚我们在聊天之前 我们其实也针对灯光 就是看起来 脸 你的脸是要明亮的 很多人 其实不知道 他会让 他想说 很多人都说他在窗户边 因为有自然光 可是他让窗户在他的背后 所以这样就会变成背光 因为你的光在你后面 所以镜头拍过来 你的脸会是黑的 那第一件事情 一样看起来不好看 会让大家觉得分心 就试想 就是可能缩图做得很棒很美 点击因为这个人 从头到尾就是脸是黑的 你不觉得很 就是不想看下去吗 这非常现实的 第二件事情就是 你的脸部表情 会影响整个 你的内容的传达嘛 这就是镜头表达力 可是你的脸都是黑的 当然大家就看不清楚 那看不清楚 如何让你的内容 是有效 而且精准的传输出去 你可以注意到 其实我在整个访谈过程 我很刻意的 你有感觉到 我是在对着你说话 因为我是刻意的 不去看Zoe的画面 我是看 也不看自己的画面 我是看着镜头的 好 对所以 怎么了怎么了 马上看镜头 因为我一直看着你 对对 就是要看着镜头 那这是第一件事情 因为你的眼神 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大家都非常注重 要嘛是礼貌 要嘛是你要诚信你的真诚 你就是要看着眼 对方的眼睛嘛 可是当 你来到镜头的世界的时候 对方的眼睛就是那颗镜头 这是非常重要 比如说我现在示范给大家看 说如果我现在是 一直在看着Zoe 然后我以为我跟她有eye contact 说欸 太大了 我好想你喔 可是实际上 我不是在看你 对 我不知道Zoe你现在有没有感觉 就是如果说 我现在把视线往上 嗨Zoe 就是就觉得是更有真诚的 大部分的人面对镜头 尤其他不是真人嘛 就是说你盯着一个 就是没有生命的物体电脑 这样的时候 光是用想的 可能心里就会马上的紧张起来 因此就是可能表情也变得很紧绷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有没有一些实际的技巧 或者是你以前试过的方法呢 因为我相信你在一开始的时候 应该也经历过这些事情吧 我也是经过那一连串 整个尴尬 然后那个 喔你知道压力很大吗 因为你是菜鸟 你稿子都背不下来 你绝对不可能看稿 所以那一整段的过程 就是从A怎么走位 然后怎么对着镜头讲 然后因为你到处可能会放一些图卡 所以你还要手这样比 对不对 一定狂吃螺丝 然后通常菜鸟记者配的就是资深摄影 所以你一直吃螺丝 他就会一直脸越来越臭 然后就会 然后你觉得又越来越紧张 就是所以其实 我也是这样走来的 大家如果自己想练习 可以怎么练习对不对 主要分三个 一个不了解 不了解就是因为你以为你是不上向的 可是实际上你只要灯光弄好 然后麦克风架好 声音听起来是好听的 你就可以是一个上向的样子了 第二点是不熟悉 因为你对于镜头拍出来的 自己的那个画面呈现出来 是不熟悉的 或是声音麦克风专业的录出来 你就觉得听起来怎么那么尴尬 其实是因为不熟悉 因为不了解以及不熟悉 所以最后一个就是没经验 你这些都没有 然后你又没有经验 没有练习的经验 所以你当然这些状况 会更加生你的镜头恐惧症 那这时候我就很想跟大家提倡一个叫做 视讯三步骤 视讯三步骤 对 好请分享 好我就是觉得大家一定要拿这个来自主练习 不论你是不是真的有要当YouTuber 或是直播主 或是whatever 你要上镜头 你平常就来练习 因为第一件事情 你要上镜头前 不尴尬 没有恐惧症 或者是看起来是自然的 你一定要有一个对象感 你要知道在镜头的背后 是有人在听你讲话的一般时候我们是录影 或者是直播都是没有人跟你对话的 都是你一个人一直讲一直讲嘛 那可是其实是有观众在看的啊 所以你要对象感 所以为什么我说用视讯 第一件事情就是你每一天要求自己 一定要视讯一次 哇 还蛮多的耶 找朋友 或是找爸妈 一定要一次 五分钟也好 就是聊聊你今天做了什么事情 视讯 就只是把打电话改成视讯这样子 对 第二件事情 开始习惯之后 你把你的视讯 视线 从荧幕上的朋友 移动到上面的小镜头 你就要开始 跟你的对象 开始有eye contact 因为这个是会让对方很明显的感受到 你在跟他说话 好 然后 笔记 第三步骤 就是要开始试着加入你的手势了 你要让你的表达能力变得更好 先让你的手机 架到一个可以看到你 大概至少胸部以上 或者是腰以上的画面 然后试着加入手势 比如说 你知道吗 我老板今天真的很夸张 所以你就是会用手势说很夸张 对 就是强调 又或者说 我今天想跟你分享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呢 怎么样怎么样这样 第二件事情 怎么样怎么样 对不对 就尝试让自己是有手势进去 就算你肢体这样也没关系 先不要让自己压力那么大 就是先做再说 那久了之后 你就开始会习惯 看着镜头 知道背后有人 然后也有手势加入 你的整体的表现就会比较自然 广告时间 如果说呢 你对经营个人品牌 或是自媒体感兴趣 我现在呢 有一套四天的线上免费课程 在这四天里面呢 我每天会用大约十分钟的时间 教你经营个人品牌常见的错误 品牌变现的方式 以及如何找到你的热情 还有建立价值 如果说呢 你对这套课程感兴趣 或想要了解更多 你可以在下方的资讯栏里 找到课程的报名页面 广告结束 你有没有在某一段时间 或某一个moment突然间觉得 啊 I nailed it 就是 我现在已经不尴尬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要怎么掌控 我自然的 当记者的时候 然后因为 虽然我们电视台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SOP 一个流程 是教育训练 让你成为一个好的记者 或是好的主播 但是因为你有前辈可以观摩 所以你知道 何谓好的镜头表达力 何谓好的口语表达 到下一个阶段 当我开始要当新手主播的时候 有主管就跟我直接讲说 你就找一个个台都可以 你最喜欢的主播 你喜欢他那个表达方式 你想成为他 你就去每天去看他 然后不是真的看他播的新闻 而是去拆解他的每一个环节 他怎么讲这条新闻的 然后他的手势 他的肢体 跟他的口气 有些人习惯尾音是上扬 那这个人他的尾音 是怎么样调整的 或者是他的音调 是偏高还是偏低的 或者是他这个人的energy 有些人是很沉稳冷静型的 有些人是很相对夸张型的 我不知道我现在讲这些的时候 大家脑海中 有没有浮出一些主播的脸 但是就是挑一个 你觉得这个镜头表达能力 最符合你想要的理想中的状态 没有标准答案 然后每天去看他 你就是一直看 一直看 看久了之后 你当你在录影的时候 你把自己想象成你就是他 那个感觉就会 很奇妙的真的就会出现 就上身 真的当他相信我 真的真的 你就是让自己上身 有时候你甚至不知道 你怎么会变成他 但是就是会有那个效果 之前在跟我聊天的时候 你有提到一个法则 access法则吗 对对对 然后你就说这是一个特别的镜头表达力公式 我现在已经有一点点忘记了 所以我也要 我也要请你提醒我 还有观众分享这个厉害的法则是什么呢 回顾自己过去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走来 然后把内容拆解 才变成是一个就是access法 那他其实access 他翻中文就是一个管道方式嘛 如何让你可以有镜头表达力 那A的话就是一个activity 就是你的心态 第一件事情当然是心态 你千万不要觉得要完美 就像刚刚我们有聊到说 大家很care自己在镜头前的表现 但是呢 当然是完全非常正常 我也会 如果可能播出来就想说 自己当时干嘛头发弄那样 或者是我衣服怎么会这样穿 这是大家人之常情一定会 但是要先心态建立 那心态建立也包含刚刚我说的 视讯三步骤 这就是在帮助你克服你的心魔 以及你要知道镜头背后是有人在看你说话的 再来第二件事情是 当然你最核心就是你的内容了 所以它是一个c就是content 你的内容到底要怎么写 你不能是像公文 写公文写论文的方式 你要一开始先让大家很明确知道 你要讲什么嘛 因为影片它不是像文字 别人看过觉得前面一定都是前眼 所以很多人可能觉得是废话 所以自动跳到后面要看的东西 比如你看老高 为什么他影片这么长 然后人家都还是看得津津有味 可是有些影片就是力求30秒 或是一分半 一定要把它讲完的 所以没有标准答案 但是你要很明确的不要比如说你今天重点明明是讲A 可是你花了都是节目的一半之后你才开始讲重点 就是很可惜 那所以这又牵涉到第三个就是另外一个C 就是common script 就是一个说什么的部分 因为你前面是先决定你的内容要讲什么 再来就是你要怎么写下你的讲稿 你不能是各位观众大家午安 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什么 就是你知道不是一个朗读或演讲 而是你要很明确的就是你的口说稿 除非你是做那一个类型的 不然今天如果是我们做podcast直播 YouTube的话好像就会有点奇怪了 以及接下来就是你要怎么表达了 所以是expression 这是e expression 怎么说 那怎么说它就包含了你的口语表达 比如说你的音量 音调 语气 节奏等等 这种非语言讯息 另外一个就是肢体语言 其实它也是一种表达的方式 我相信应该蛮多人听过这个法则 就是它有一个比重 他们根据一个调查 说一个人在表达的时候 他准备的讲稿或者是这个内容 他只占了7% 但实际上会影响这个人接收程度的 剩下的都是非语言讯息跟肢体语言 高达了93% 9成欸 所以你内容准备的再好 但是因为你的口语表达 你的节奏语气等等是不对的 或者是你肢体语言是不符合你的内容的 调性的 就会非常可惜 所以这个就是怎么说的部分 再来S就是setting 就是怎么拍嘛 就是你的音体设备 我们当然是先顾好 我们到底要讲什么内容 怎么表达 再来去最后环节就是 我的setting是什么 我的灯光 然后镜头架设的方向角度 对还有你的声音 至少让它清清楚楚 你不需要什么名牌的麦克风 但至少要是清楚的 不受到干扰的 再来最后就是self preparation 就是你的自我预备 因为大家都以为 哦我只要做好暖身 就是我们上场前一定要暖身嘛 可是其实也要暖身 声音的声 因为很多人在录影的时候 他可能前一天晚上是熬夜的 所以隔天早上声音出不来 或者是他在录影的时候 他当天就是希望自己是全身灌注的 所以他早上都会跟大家说 不要跟我讲话 我要安静 所以正式录影的时候 是他当天的第一句话 所以那个讲话的语感是不顺畅的 就是因为你的舌头不灵活 如果说现在听众听到这边觉得 哎可是我真的是身边没有太多的资源 然后也没有太多的预算 你会给什么样的建议 是哪一些东西是must 这个东西它可能是有形的或无形的都可以 我们其实整段访问 不断的在强调的东西 就是大家必须要有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的镜头 就是一个你跟对方 eye contact的一个重要的媒介 所以你要看着镜头 再来就是你的镜头不能是由下往上拍 像我现在使用webcam 我是把我的笔电整个架高的 至少让这个镜头跟我眼睛是平行的 再来是灯光 灯光的话就是 你要嘛找到你的自然光源 但它必须是一个持续的 就是像Zoe 它就真的是比较辛苦 因为它是刚好要嘛是日出要嘛日落的时候 但是至少你要让它是一个稳定的光源 你当你灯源在你只靠你的天花板 不是用你的台灯 台灯也可以很好哦 不要小看台灯 但是要有 如果你只有上面的天花板的这个灯源的话 你的眼睫毛下面这边就会有那个 让你的黑眼圈加深 因为影子打在这里 又或者是如果有些人瀏海比较长 这边也会有影子 所以当你在讲话在动的时候 它就会很干扰 不要让自己的光会造成观众的一个分心 所谓专业就是让大家看了不会觉得怪 那就是一个专业的状态 再来第三个当然就是你的声音了 你要嘛如果是用你手机在直播或录影的话 你就插上它附送的耳麦 因为它可以听得到也可以录音嘛 又或者是你现在是用webcam的话 你就是接上一样 我现在是用耳机来听 听Zoe的声音 然后我接麦克风 但是最简单的 这个耳机它也有附送 附设那个麦克风的功能 至少让你的声源是稳定 而且干净的 除非你现场超级安静 但是这个要讲到最后一点最重要的 千万不要相信你现场的眼睛或耳朵 因为你有时候以为你现在都是状态很好 可是当你拍出来之后 你发现天哪 比如说牙齿啊 或是口红怎么沾到牙齿上啊 或者是你旁边的背景 怎么多了一个什么 你知道我是真的有看过有一个 有些网红 他就长得很正 就他在他房间 和后面挂了一条他的内音 他只顾他自己 可是他没有顾到后面很多东西 会暴露自己的一些缺点 或者是 当然我不知道他是故意的 可能是故意的 可是就是马上那个就是一个焦点话题 就没有人会注意你在说的内容 只会说 你的后面挂着内衣 或甚至是宠物啦 就有的时候 就是宠物在后面走动 也会马上说 那个03 09秒的时候 那就是狗狗 对 你不觉得很可惜吗 所以 千万不要相信你现场的眼睛 跟你的耳朵 耳朵就是什么 比如说我刚刚说的 电风扇吹着自己 所以麦克风声音进去 都是那个风的呼呼声 又或者是冷气 有一些人是用窗型冷气 就哄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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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哄 那或者是 有一些人习惯戴首饰 然后他就是很多个串在一起 所以当他在做首饰的时候 就 s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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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r的 嗯嗯嗯对 或者是 有些人是麦克风 像我这种 然后他头发很长 所以他就是会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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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你知道你要说什么 我觉得如果我现在这个状态的话 我希望自己是有固定的被动收入 可能来自于 因为我现在在做镜头表达力 或是访谈力的这样相关的技巧 知识的推广嘛 那我希望这个可以成为 我一个主要的收入来源 就讲师或是线上课程的讲师 那有了这样的被动收入 我或许不需要到超级有名 或是很富有 但是至少是一个稳定的收入 让我心里是安的 因为人都是需要一个安全感 然后我可以把更多的时间 拿来做自我进修 不断的输入 我相信很多人在做自媒体个人品牌 都是希望借由让自己的知识 或know how输出的过程来经营嘛 那输出久了总是要有输入 但是现在我们可能刚开始经营的阶段 太多时间都被这些如何输出给占据了 那就少了时间输入 那又加上我现在是小孩的主要照顾者 所以我有一半的时间在顾小孩 所以变成说我如何让自己有一定的被动收入 然后有更多时间专注在输入 这样我这条路才能够走得长久 所以我认为我的理想生活是这样 如果听众感兴趣的话 回到这一集的原文 不只可以找到晚欠的IG 晚欠的YouTube 晚欠的粉专 那如果说有课程或者有workshop的话 里面也找得到内容 比如说如果你心脏很大颗 你可以把你的影片丢给我 我给你一些建议 就是主播现场批改作业了 如果心脏大颗的话 耶 我也是 谢谢你 辛苦你了 好哦 谢谢大家 拜拜